上一课我们讲 对于印度大乘佛教而言 最终有两件事情要标志着它最终的兴起起 一个是有领导者 一个是形成了组织 其最终兴起是由龙树菩萨以及提婆菩萨 师父徒弟相传 传承出了大乘中官派 由此有了大乘自己的经律论三藏 同时依次有了大乘佛教三宝 即大乘的佛法僧 这其中大乘的佛宝 就不是小乘的释迦摩尼了 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而以释迦摩尼佛为本师 这个范围就比小乘大得多 就说本师是释迦摩尼 但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都是大乘的佛宝 大乘的法宝 为之大乘的经律论三藏 基本上都是以龙树菩萨 传出的经律论为起点的 以它为起点 大乘的经典就异常的丰富了 大乘的僧宝 那就为三世菩萨 特别是以龙树 提婆为代表的大乘僧团 大乘佛教运动虽然兴起了 但是在印度的北南两方 确实形成了不一样的倾向 我们说它有两个点 一个点在南方按达罗 一个点在西本印 这两个点 一个重礼教思维 一个重实践信仰 后来传到中国 大乘佛教也形成了这两派 重礼教思维的 重教理思维的 首先发生在南印度 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说过 大乘思想是在跟婆罗门教的竞争中 确立起来的 所以它非常重教理在这个地方 这里也是大乘思想和大乘运动 最初的形成之地 所以大乘经教里 最经典最原始的一类 般若经 就是从南印度传出来的 而龙树传法 也是先从南印度 后到西北印度 般若思想主遮 遮是佛教的一个专业词 就是破的意思 就是般若思想主破 破什么呢 破一切 其批判性不光是在佛教里头 在印度思想史里头 在全世界所有哲学流派思想史里头 依然 般若思想从南方传出 站在大佛学史观的角度来讲 非常合理 第一 那块是佛教部派大众部的地盘 大众部 它在传法方面力度也很大 在佛教部派中 大众系的僧侣 来自于底层僧礼和底层老百姓关系最密切 所以它的思想也最为自由 最开放 批判性也最强 尤其是现实批判性 所以它跟大乘佛教相近的思想因素也很多 第二点原因 它为什么一定是主破呢 是因为竞争出奇迹 大正系它主要红传于南印度 而婆罗门教也是在南印度复兴的 加上南印度本地有很多印度土著集中 这就等于佛教 婆罗门教土著的多种宗教 三者在竞争 我们说过土著宗教 有澳族的 有达罗皮图的 他们都不一样 在各种思想互相激发 互相竞争 互相融合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对方破了 所以般若思想主破 它是有思想来源的 在南方南印度 还有分别说戏 它的思想跟大众戏 也是很相近的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 南方成为般若思想 红传 它是有宗教基础的 空前的宗教竞争 就引起了空前的开放 也形成了般若思想 这种主破的风格 所以说大乘佛教 从教理上 包括它众教理的这个倾向 在印度南方是绝非偶然的 如果历史重来一次的话 恐怕大乘佛教 还将在这里出现 因此非常明确的说 大乘佛教 最重教理思维的根据地 就是南印度的 安达罗地区 大乘佛教 另一个倾向 是和南印度 重思维体系倾向不同的 就是重实践信仰 就是信仰实践的这个倾向 就发生在西北印 就是大家看过一本流行小书 叫乌合之重 形成群动运动的基础是什么 是乌合之重的情绪 是普遍情绪 大乘运动也不例外 大乘运动 它最初的动因 是怀念和追目佛陀的情绪 在追目佛陀的情绪中 这种信仰与日俱增 加上社会动荡 生活不安 所以西北印就在大乘经 以及菩萨行者 这种济世慈悲的情怀引领下 被激发起来 所以说大乘思想 它除了有重礼教的倾向之外 它的兴起 有强烈的信仰色彩在其中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大乘迈向了神学坚定的一步 这与小乘佛教解脱道的精神 完全不同 我们说重信仰实践倾向 并非是指大乘普遍的信仰色彩 而是在大乘信仰中 总体中一部分字极 就是说大乘信仰 并不是都是神学系统的 它也有精学系统的 也有哲学系统的 包括禅宗 所以说 它的神学系统 或者说重信仰 重实践 因为我们知道 信仰的核心第一要素是信 那么这里头就是神学的基础 大乘经典创造出了 佛教的神学信仰体系 并且在大乘创造的 神学信仰体系的 这种经典指导下 比如华言 比如法华 它形成了神学信仰的 宗教实践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 影响最大的 最深的 是大乘的一大支 这一支曾经差一点就跟大乘 并驾齐驱 成为佛教的第三乘 一行乘 就是净土信仰 可以说 它差一点就是 佛教就要分成三大派 小乘 大乘 和净土 但最终 净土还是归为了 大乘佛教范畴 这点非常可惜 因为我们在这个 佛教通史后续会讲到 净土通史 我们再想讲这一块 在初期大乘佛教中 就有西方兴起的 阿弥陀佛净土信仰 以及东方兴起的 阿处佛净土信仰 就是不动如来的净土信仰 阿弥陀佛净土信仰 是跟西北印度 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北印流行的净土信仰 是阿弥陀佛信仰 而在南印度的 安达罗地区 流行的是 阿处佛净土 就是不动净土信仰 东方的阿处佛 不动净土信仰 记载很模糊 很不易推测 但是 根据现存的来看 这种信仰 跟南部流行的 般若思想 是有关联的 因为般若经中 最重视的净土 叫妙喜世界 而妙喜世界 就是阿处佛的净土 西北方 西北印度的净土 是阿弥陀佛 净土信仰 这个资料就很多了 因为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 最早就是从西北印 传出来的 据说龙树菩萨 在雪山阅读 大乘经典的时候 就有他 而马明菩萨 在阿弥陀佛信仰 兴起的过程中 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通过诗歌 戏剧 文学 大量的渲染了 佛陀的本生 以及成道的事迹 这个阶段 就有阿弥陀经 传出 但是确认 我们无法定说 有一点是特别值得 我们注意的 就是在西北印的 外来民族里 是有希腊民族的 就是有希腊人的 包括波斯 希腊 这些国家的 有神宗教 对民众发起净土信仰的影响 不容忽视 这种信仰 也是现在国际佛学 研究的一个前言 就是基督教的天堂信仰 和佛教的净土信仰 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 可能 希腊 波斯 这些有神宗教的 种种因素 启发了西北人 印度的 这个西北印度人的 这个信仰 情感 所以说 阿弥陀经 从西北印传出 既顺应了当地人的 这种思想倾向 他又强化了 这种思想倾向 最终的结果 就是推动了大成初期 种信仰的一流 这就是净土 当然了 净土系统不止这两个 还有很多 都是跟佛 菩萨的本愿相关 你有什么样的本愿 就有什么样的信仰 有什么样的本愿 就有什么样的信仰 我们刚才说过 在现代佛学研究的前言 佛教的净土信仰 和基督教的天堂系统 它的统一性问题 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 首先 大成运动 它是运动先兴起 紧接着跟理论 我们说 它是实践指导的理论 运动兴起了 跟上来的是理论 理论出现了 跟上来的就是学派 在大成佛教兴起的过程中 龙树菩萨出示弘法 是它的标志 它要形成它的学派 据说龙树菩萨在大雪山 就是喜马拉雅山 可能是喜马拉雅山 这个大雪山 初读大成经典 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吧 后又到龙宫 修学了更多的大成经典 那这个就是 这个故事在大制度论里有 说他到龙宫取经 受这个大孔雀明王咒的保护 然后去龙宫取了经 后来 他又收提婆菩萨为弟子 为大成中官派的成立 奠定了基础 从佛教史的角度来看 大成中官派 虽然形成了第一个大成宗派 但他并没有统设大成的 各种思想势力 换言之 在中官派 由龙树菩萨到提婆菩萨 一再往下传承的过程中 各种经典就不断出现了 我们说大成经典的出现 跟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地理背景 不同的民族背景是有关的 所以说后面传出来的就不属于中官派 后面传出经典就不属于中官派的传统了 这些传习包括了 有从阿弥陀经到涅槃系的各种 众信仰的众神学的 谈有的经典 而且自净土信仰以后 净土类经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偏向于经论 就是爱造经 中官派的特点是偏向于众论 就是爱造论 什么意思呢 大成起了以后 中官派出书都是什么论什么论 中论 十二门论 百颂论 但是净土系呢 就爱造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就以经的名义造 中官派是以论的名义造 中官派之外的传习 之所以没有形成宗派 是因为这些宗派 不光要有经 还要有系统的论 就是我们说净土 净土它不光得有经 它也得有系统的论 大成的这一情况 条件一直没有成熟 直到大成的最后一个教派 瑜伽形派出现了 大成才有了一个 可以与中官派并称的宗派 关于大成的经 是否是佛说 如何造 本来我是做了三章 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整理了 考虑到这个 争议太大 那我们这里就不讲了 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三章 跳过这三章呢 就是总结一个结论吧 就是虽然正反两方 举了大量的例子 引用了大量的经书 证据有千条 但是实际上 我们谁也没有活在 两千五百年前 谁也并不能目睹 这个真相 都是推测 法律上有个原则 叫一罪从无 就换句话说 谁也不能排除 佛陀却有大成言说 最后口耳相传 集结成大成经典 这种可能性 而且我认为 有相关言说 才是可信的 毕竟佛陀传法四十五年 经历了那么多地区 见了那么多情况 有相关的言说 是可信的 是不是有这么系统 这是不可信的 没有这样相关的言说 就没有大成相关的言说 反而不可信 从大成到底是否是 佛陀亲说双方的举例来看 只能说大成佛教的思想 在佛陀时代 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言说 但是其中涉及到大成的思想 经常的提到 并且在传法的过程中 广泛使用 而且传的还非常普遍 学者抓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是说佛教的大成系统 没有形成四地 十二因缘 这样一个系统 在佛的这个言说里头 没有形成完整系统 所以说呢 学者抓的这个点 有点勉强 因为佛陀四十五年传法 一定是在老百姓中 提到大量的 跟大成相关的思想 所以说没有系统的言说 就否定大成思想是佛说 这是很勉强的 但是站在大成本位角度讲呢 说大成经典百分之百是佛说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站在哪个角度 去看现在的佛教经典 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读的佛教经典 如果是站在佛教的哲学和思想指的角度来看 大成佛教经典 属于佛教思想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容置疑 就是我们说 所有佛教经典 它都属于东方哲学总库 属于佛教思想 这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大成经典的来源问题 是可以按照佛教的传统立场来处理的 就是大成经典是佛说 或者是弟子代佛说 或者是弟子传达的佛意与佛本意契合 这三个来源 我们都可以统一理解为佛说 就是我们不要一字一字的追 说弟子代佛说的行不行 像维摩结经代佛说行不行 可以弟子传达的 比如瑜伽势立论 与佛意相契合行不行 也行 所以我们统一都理解为佛说 这没有正义 大型经典文本的出现 用佛教自己的说法 称之为同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与阿韩佛教 就是原始佛教阿韩经典的文本 大约同时出现 就是窟内集结的是阿韩 窟外集结的就有大成 同时出现了 并没有更晚一些 这是大成自己的立场 佛陀宣说的大成菩萨道 或者菩提道 一直是口耳相传的 只是五百年后 才逐渐以文本的形式 集结出来 形成流传 大成经典呢 因为它造经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有不少的小经 散经 而且它的篇幅特别巨大 其口耳相传 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应该说 听文者 就是听经的人 口传者 集结者 编辑者 传抄者 到中国的翻译者 对这个经书都有可能增减 改变一些内容 就像我说 印度的两大史诗一样 它每出一次 必和上一次不一样 为什么 它是有编辑 有精简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 如果说大成经典的某一句 一定是佛陀原话 这是不可靠的 所以单独引用一句佛陀原话 这是不可靠的 但是 这并不妨碍 我们说这部经是佛书 所以我们经常在佛教哲学课上来就讲 我们读佛经也好 我们研究佛教哲学也好 始终秉持了精神 把握佛陀的精神 引用一两句话 这叫读死书 最后就把这本经书读死了 一句一句的解释佛经 你最后就把这本经书读死了 感谢麗